大家好,这里是赵雨霞 一个让你看到金钱真相的频道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刀圣和夫说的 让你马上撕破谎言的七个举动 英国肢体语言专家卡特指出 第一个说谎的迹象是眼睛看着右边 如果有人跟你说话时看着右边 那他们可能是在说谎 此时他们是藉由想象在说话 而不是记忆 因为人脑分为左脑和右脑 左脑主管逻辑思考和记忆 右脑主管情感和创造 所以在谈话的过程中 如果向右上方看 可能正在想象过去没有见过的情景或事物 以及从未体验过的经历 但在讲自己经历的时候 眼睛向右上方看 则多半是在说谎 如果向左上方看 可能联想到了过去体验过的经历 或看到过的风景等 在讲自己经历的时候 眼睛向左上方看 则大多数说的是真话 根据国外神经城市语言学 研究发现 从人的眼球转动方向 并能推测一个人正在想什么 所以很多情报人员 警方针讯等等在工作时都会参考这项技术 当眼球朝左上飘 代表在回想过去的影像 比如问自己 昨天早餐是什么 你的眼球应该会往左上方移动 当眼球往右上飘 代表在假想未来的影像 建构未曾发生过的事 比如问自己 想象一下你现在出国旅游的样子 眼球应该会往右上方移动 当眼球往左方移动 代表在回忆声音 比如会讲自己最喜欢的歌曲 眼球应该会往左侧移动 当眼球往右方移动 代表在建构声音 比如想象自己正在创作一首新歌 明显要报告的内容 眼球应该会往右方移动 当眼球往左下移动 代表在跟自己说话 比如自言自语 思考某件事情的利弊等等 这时眼球应该会往左下方移动 当眼球往右下方移动 代表专注于情绪与感觉 思想跟爱人拥抱时的幸福感 吃到米其林三星美食的满足感 这时眼球应该会朝右下移动 以上的眼球动作是适合右撇置 如果你是左撇置的话 要左右相反 还有要注意的是 对方的眼球运动 和我们面对面的观察是相反的 如果对方眼球运动到左边 我们面对面看对方眼球 就是运动到了右边 我与哈浩正共同筹备一堂全新课程 不露脸YouTube赚美金 现在有特别福利 我将征送课程限量 找了粉丝折扣码 只要填写以下调查问卷就可得到 赶紧行动吧 2007年第7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 窃听风暴中有一个片段 CIA情报人员 在课上给年轻的侦查学生 听一段审讯录音后问 从哈的供词中 你们发现了什么 有人回答 完全相同 知之不差 说真话的人会随意改变巨型结构 而说假话的人会重复相同的话 只要有可能 说谎者大多会提前备稿 但这种刻意的备稿和备答案 反而可能让谎言欲盖弥彰 其导致的后果是谎言的结构化 和时序性程度都比真话要高得多 这会导致陈述过度待版 比如 会出现常见考试作文模板 首先 其次 最后 或者就是句子完全相同 有时候他们也会不经意表达出现太多细节 当你询问一个人你去哪儿 然后他们回答 我去了一家商店 因为需要买一些鸡蛋 牛奶和汤 但是我差点撞到一条狗 所以我必须放慢速度 然后 然后 他们的话语里提供了很多很多的细节 这说明他们已经对如何摆脱困境 进行了大量的思考 然后决定制造一个非常复杂的谎言 来作为解决方案 你也可以看他说话是不是很顺 如果你问一个人你昨天和前天都干嘛了 如果对方一口气都不停地说出来 中间连个停顿思考都没有 那多半是在撒谎 换自己想想 要是别人问你前天昨天干嘛了 一般来说记忆都断断续续的 这才是正常 若是太过于流畅地说出来 说明他是提前变好并且背诵的 诚实的人往往会在说话中间 意识到现前遗漏的细节或出现的错误 他们会回过头来纠正或解释一番 而撒谎者则说话毫无漏洞 不会允许自己犯这样低级的错误 有个方法可以迫使他路线 那就是增加对方大脑的负担 例如 询问一个不重要的小细节 对方编故事时没有想到 很可能无法达出 侦探和联邦调查局特工在审问嫌疑犯时 有理由密切关注他们的肢体语言 这是因为身体不会说谎 怀疑说谎的人在受到精神威胁时 就会出现某种身体行为 虽然一般不为人所知 但当人老受到压力时 大脑的温度会升高 大脑的额头和鼻子下会出汗 人类会触摸他们的脸 因为它有一个效果 可以平静大脑 让你不感到压力 可能你只是问了一个普通的问题 刚好问到对方心虚的点子上 这时候 上方者事先没有准备 很慌张 只好先用肢体语言转移你的注意力 比方说猛的咳嗽一声 或者做一个夸张的表情等等 类似缓兵之际 给自己争取几秒钟的时间 来考虑如何回话 距离人的眼睛或面部越远的身体部位 越容易泄露内心的真实想法 手和脚都反映着一个人的真实内心 或讲者回答某个重要问题时 将手放到嘴或鼻子旁 这可能暗示着他正在说谎 这个动作是 说谎者潜意识想要阻止谎言 从嘴巴说出的无意识行为 不时的摸鼻子和嘴 是演示心中不安的典型伪装动作 需要留意 这是因为男性鼻子下方有海绵体 摸鼻子代表想要演示某些内容 而手放在眉骨附近表示羞愧 手部动作所透露的资讯非常丰富 当你在与某人对话时 如果对方的手指或手掌 不断地敲打大腿或座椅 则说明对方内心非常焦虑 这可能暗示了对方不愿再与你继续交流 甚至想要立即离开 磨缩自己的手 是一种自我安慰的表现 当你不相信你自己所说的话 这样使自己安心 这是因为人在害怕时会出现生理淘宝反应 血液从四肢回流到脚步 做好淘宝的准备 因此手的体表温度会下降 所以你会磨缩双手 你去过他家吗? 不,我没有去过他家 对问题的生硬重复是典型的撒谎 如果对方对你的自问表示不屑 中山里的自问会是真的 当有人想要说服你支持他的观点时 他会一再重复自己的观点 试图将其植入你的脑中 他们也会试图说服自己 并不是在说谎而是在说实话 不断重复我没有 好像是他们在以某种方式 逃避他们所做行为的责任 少王者面对一个提问 通常会先有点失措 然后借微笑的时间迅速思考 想出一个并不高明的谎言 然后异常坚定的回应 并且会一直自言自语 越说越多 因为沉默的时候 他觉得别人还在怀疑他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 他们先下手为强 比方说 容易一天没联系上的女朋友 问男的昨天去哪里了 如果不心虚 直接说去哪里就行了 但对方却反过来大怒 你干嘛这么问 你是不是怀疑我 你上次不也不跟我打招呼 就出去玩了吗 不给正面回答 反而开始挑你的不是 多半有问题 说谎的人为了取得他人信任 往往会过度努力 例如 总会用以下几句话开头 跟你说实话 或者是绝对不骗你 在回答他人提问时 他则会躲躲散散 盘忽其次 研究指出 有些种类的问题 最能让谎言现行 像是买二手车时 问卖家 可以介绍你的车吗 这些问题将能让谎言现行 因为对方太容易略过 关键资讯不回答 相较之下 带有正面性假设的问题 效果会好一点 例如 你的车换档没有问题吧 有吗 而效果最好的问题则是 带有负面性假设的开放式问题 例如 你的车有哪些问题 他们就会被你引导说出车的问题 而不是只是说车的优点 从脸部表情处继续深究下去 其实我们就能发现 一个人咬嘴唇 或者是舔舌头的行为 其实也是说谎者脸部动态的一部分 习惯摸嘴唇的人当中 爱操心 敏感型的人比较多 摸嘴唇比较会有安全感 因为我们人类在还是婴儿的时候 嘴里都有奶嘴吸损着 这个吸损奶嘴的动作 能让婴儿的心平静下来 而长大后的我们 大脑记住了这种感觉 但是不可能还在嘴里放个奶嘴 就会通过摸嘴唇的代替动作 来让自己的内心平静下来 紧张的时候嘴唇会干 这种时候 大多数人都会下意识地舔嘴唇 紧张的时候 身体的交感神经会变得火热 身体进入战斗模式 而拖液的分泌自然就减少了 通过舔嘴唇 不断有湿润 因为紧张而干燥的嘴唇的效果 也有通过舔嘴唇的动作 让心里平静的安慰效果 在一个人上网的时候会更难说话 因为他的嘴巴里会感到干燥 如果给他一杯水 他会喝掉很多 大多数情况下 咬下唇的动作 代表这个人在忍住想说的话 人们通过咬下唇的动作 强制自己闭嘴 不让差点脱口而出的话说出来 用手捂住嘴的时候 经常有被人们说是 这个人在撒谎 其实探究这个动作的本质 是有这种癖好的人 他们的自我防卫本能很强 最常见的是 一个心虚的人 或是极力想证明自己清白 他的声音会比平时响 声调也比平时高 整个人表现出一种过度表演的样子 他会想抢先占领道德高地 试图用正义凛然的方式骗过对方 有时候人为了辩解什么东西 或者隐瞒什么事情 声音就会不自觉地变尖 因为在自然界里 尖身会盖过低沉的声音 他可能试图用这种方式 阻止你继续问下去 一个人在说谎时 才会做出奇怪的行为 例如嘴巴说事 却同时摇头 或者明明在谈论非常严肃的议题 却在大笑 说实话的时候 人们一般会配合讲话重点 做出一些手势 而撒谎者则不会做手势 当说谎者确实要做动作时 他们会用夸张的手势来演示谎言 正常个拨或者使用节奏性的手势 来强调某一点 上述规定可以成功解释 某些著名的谎言 2003年4月 史任伊拉克新闻部长的萨阿夫 在讲话时 做出了一个典型的标志型手势 当伊拉克军队已经为躲避美军炮火撤退时 萨阿夫却伸出双臂 手掌有力的朝向前方 告诉媒体 巴克达很安全 真正的刺惊表情转瞬即逝 超过一秒钟便是假装的 人在说谎的时候 都想让夸张的表情和言语 来演示内心的慌张和不自信 除了刺惊的表情 人的其他表情都不会出现在脸上超过5秒 有时一个人说谎 他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真诚一些 他会把表情在脸上的时间故意延长 让你觉得他是最真诚的 其实不然 人的开心与不开心是从心底影射出来的 不是能够靠面部表情来决定的 撒谎者不像惯常理解的那样会回避对方的眼神 在神剧Light to Me中 Lightman曾说过 说谎的人眼睛不敢注视对方就是胡扯 因为说谎者需要观察说谎对象是否相信了他的谎言 而心理学家在研究了说谎的各种情况之后 发现人说谎时 眼睛的运动大致分为两类 注视说谎对象确实是其中一种 另一种就是大家日常生活中的感受 眼睛会不由自主地避开与说谎对象的直接交流 不论是左右缓顾 还是向下略带羞愧 又或者是快速眨眼 都属于这一类 那这两种情况有什么区别呢 主要可以根据具体的情景 以及说谎的人来判断 首先要考虑的是 说谎的情景是否太突然了 通常情况下 事先对谎言进行过精心准备的 在顺利实施欺骗表达时 不会采用回避目光交流的策略 而是会指示对方 判断对方是否相信自己的话 并根据对方的反应 分析决策下一步动作 相反 如果说谎是突然被迫出现的表达 不管是隐瞒还是捏造 都是说谎的人所没有料到的 是形势所迫 那么一般的人都会害怕被对方拆穿 因此尽量避免眼神接触 由于心理预期和现实状况严重不符 他对情景失去控制 所以恐惧或者慌张占据了主要的情绪地位 并说明在看着别人的眼睛里写道 小时候如果我有了过失 多了谎话 又不愿承认的时候 妈妈就会说 看着我的眼睛 如果我尽怀坦荡 我就敢看着他的眼睛 否则就只能羞愧地低下头去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如果一个人说了假话 心中有愧疚感 眼神是游离不定的 不敢指示你 总是左右看 多看你的眼神 假笑的时候只有嘴部上扬 眼周没有变化 人发自内心的笑时 眼部会出现皱纹 如果你对我们的全新课程 不露脸YouTube赚美金有兴趣 想要特别优惠的话 记得填写一下调查问卷 我们下个影片见 Bye Bye 拜拜